一我看 是肃锦舍的计 田军将计就计打压二叔 你真是越来越看得通透了 只是可欺了元甄那孩子 也是倒霉 二哥也又不小心 当年傅君就是为了那小八舌 把他扁去北海 如今他却夫妻感情更深 这都是要生第四个了 这不当着四海八荒的面 让傅君面上不好过吗 元甄也算是替父母收过了 收一收过也好 稍后啊我也去确准二哥 让他万事都收敛一些 恩 爱都得藏着 否则不让傅君面上好看 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三叔与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我只是觉得奇怪 你既然知道素素就是白浅了 为何不把他赶紧接回天宫 他可是与你有婚约的人 我不是说过 他已经彻底将我忘了吗 真的忘了 真的忘了 那一定是浙颜上神的忘情药了 看来他还记得你 挖走他双眼那件事 才将你彻底忘了可干净 我还记得你 如今你住在青丘 是如何打算的 我想 从头来过 从头来过 他是素素时 在天宫里没有任何好的记忆 既然如此 忘了就忘了吧 我只要慢慢来 让他心中有我 这一次 这一次 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 名正言顺地去他为妃了 也好 如此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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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人 都起风了 快回去吧 都两年了 陛下还是没有来见我 娘娘被奸人所害 这宫里都传遍了 说娘娘额头这凤尾花 是夺妖花 陛下听了 自然不想见娘娘了 原来是因为这块太极 这块太极还是姑姑最喜欢的 娘娘也不要伤心了 谣言总有一天会过去的 娘娘还年轻 不怕得不到宠爱 可若是日日不得见 如何能捧出一颗真心来 远了他求一人心的这个念想 陛下 陛下 女婶或许多年纪 这儿秘密的 这儿秘密的 拿来 麻烦了 是 贵妃她 终究不愿回宫 贵妃 贵妃她十五岁入宫 朕一直很宠她 没想到她生下太子元甄后 竟吵着要出家 朕拿她也没办法 只好在皇城后山 给她修了一件道观 让她潜心修行 贵妃倒是一心向道 她等元甄一直住在道观里 直到元甄十六岁 才派了一个道姑 把元甄送回宫里来 她也只是每月初一 十五才回来 看望自己的儿子 从来不见朕 从来都不肯见朕 就好像没有朕这个人一样 四命说 帝君此饭入梵间 是为了餐一餐人生六苦 照这模样看来 四命的故事 编得还真是尽心尽力 她就不怕帝君回到天上 回味自己在梵间 吃的这些苦 让她也下来 餐一餐人生六苦吗 你怎么不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 臣妾 臣妾是在为陛下伤心 贵妃如此得到陛下的恩宠 却不珍惜 如此不但糟蹋了陛下的一片珍惜 也对不起公主 爱慕陛下的女人啊 你也爱慕朕吗 臣妾是陛下的妃子 当然爱慕 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 让陛下看一看 心里头装的是谁 倒是很会哄人哪 陛下你笑了 笑了真好 什么事都可以忘得很快 我姑姑说的 沧海桑田 来回变幻 无论是谁 到最后都会变成一粒尘埃 何必 要想那么多为难自己呢 说得也有些道理 此花 很美 不知为何 朕每次看到你额间这花 总觉得似曾相识 陛下 要记得这块太极 说不清楚 只是想一直看下去 不想再看别的东西 朕也觉得此时有些玄妙 还以为 是中了你的妖术 所以这两年朕一直避开你 就是怕 一直看下去 就再也不能放手 就再也不能放手 陛下 你的茶喝完了 我去帮你添一杯 怎么连一点情话都说不出了 怎么连一点情话都说不出了 不能这样啊 有了 两生争 来 娘亲 夫君什么时候回来 阿丽想吃蒸蘑菇 想喝白菜萝卜汤 应该快了吧 夫君回来了 你回来了 不是和你说过 阿丽现在长身体 不能整日理直吃这些 我知道啊 所以日夜都盼着你回来 给他改善伙食 你真的在盼我回来 夫君 你要亲眼红了 是 盼着你回来做饭